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支影片打算跟大家聊聊官方在今天下午 所發布的更新情報 那本次的更新內容其實算是蠻多的 等等會一一跟大家做介紹 並且說一下有哪些地方是比較值得要注意的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首先看到第一點 CH大遠征的開放 本次最先開放的戰區是1到7戰區 會在5月1號就開放了 至於其他的戰區要等CH3結束之後的第二週才會開放 簡單的來說 大遠征就是復刻 復刻了CH1還有CH2的角色 比較值得要注意的是 本次的復刻 他的卡池是只有遠征卡池 並沒有P10的 因此這個卡池會非常的雜 CH1還有CH2的角色都會在裡面 所以比較不太適合想要抽非常多隻角色的玩家 可能你的鄧愛只有五星 你打算把他抽到無火 那基本上在這個持抽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比較適合值得推薦給你們差一兩隻就可以上無火的玩家 因此就看你們的個人需求 到時候推出的時候 斟酌抽取 接著看到第二點 也是蠻多人期待很久的 SP的趙雲終於開放啦 那麼本次呢 額外有推出了開放的活動 那也是只有提供給1-7戰區的玩家 其他的戰區也是有機會可以獲得這個雷霆趙雲 在五月上線的時候 清合集市活動也可以獲得 那1-7戰區就是有額外的活動 至於其他的戰區可能要等版本 你們的天數到了才會推出 這個活動就是每日遷到就可以獲得雷霆趙雲 那這個遷到基本上應該是送你一隻而已 就是把它點開來 是屬於一個靈活的狀態 那再來則是試煉 可以增加我們了解雷霆趙雲 那再來就是有劇情啊 了解趙雲是怎麼變成雷霆趙雲的 以及SP的招募券 要大家花這個SP的招募券是可以抽這些雷霆趙雲 還可以獲得專屬的龍金龍靈 可以在商店換一些雷霆趙雲的碎片 以及其他的道具 大致上是這樣 具體的內容我會之後再介紹一部影片跟大家介紹 還有趙雲的技能還有使用程度啊 在哪些陣容還有關卡適合使用 第三點 龍魂墊的開啟 要等級達到80等並且進入大遠征的伺服器 那簡單的來說 這個就是SP武將的圖鑑還有列鑽 我們游泳越多的SP武將就可以點亮越多隻圖鑑 再加上如果你們本身SP武將的火速越高 還可以專門觸發他們的龍魂之力 算是額外的技能 緊接著看到第四點 推出了全新的專武 分別是趙雲、忠惠、鄧愛還有文姬 那具體的技能介紹 我會額外推出影片跟大家做說明 在這邊介紹的話時數會太長了 第五點 五月的月雅集造型公佈了 就是畫面上的這套張新城 那它像是一個泳裝的造型 有想要的玩家再記得購買月雅集 第六點 這次更新了普通副本的關卡 來到了240關 那麼以陸服的現在環境來說是達到320 就算我們推完240 之後台服也都是還會慢慢更新的 最後一點啦 靈寵伏地更新了洞弓還有御風 我們最多可以把18隻的寵物丟上場了 放在伏地這邊 拿到我們的趴數加成能力 對於本身就有在開圖鑑的玩家 還有課長們 你們有非常多隻五星的靈寵 在這時候開啟是可以增加非常多戰力的 最後剩下的就是一些優化的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我就不再做介紹了 那麼本次的更新內容情報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